大家好 很多花有对于南花托盆之后 这个植株到底要不要杀菌呢 一直是存有争议的 有些花有了认为一定要消毒杀菌之后才能够摘种 那么有一些花有了又认为 可以不用杀菌消毒直接摘种 它都是可以恢复生长的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南花托盆了之后到底要不要杀菌 其实呢是根据你植株的一个状态来决定的 如果你的南花在托盆之后呢 有大量的烂根啊空根 我们都要给它进行这个修剪 然后植株的话呢 都是经过这个修根之后的话呢 建议大家一定要给它进行这个杀菌消毒的工作 也就是给它浸泡这个多菌磷 因为植株在修剪过后呢 它都是有伤口存在的 如果你直接上盘的话 这个伤口特别容易感染病菌 那么就可能会导致它后期会继续烂根 或者是呢后期生长状态不佳 或者是你的南柱啊 太久没有杀过菌消过毒 这里有非常多的一些叶甲 里面含有大量的病菌 建议大家也是要给它经过这个杀菌消毒处理 再来摘种 但是如果你有南花托盆之后呢 完全不需要经过这个修根 它根系都非常的完好 没有任何的损伤 我们可以直接拿来换盆 不需要给它杀菌消毒 但是在摘种好之后呢 建议大家最好就是 给它浇灌一点这种保护型的杀菌剂 这种保护型的杀菌剂呢 就是带生猛心 然后将它稀释1000倍 给它进行灌根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使用这个保护型的杀菌剂呢 因为植株在脱盆之后呢 我们就算再小心 可能会有一些磕磕碰碰啊 可能植株会有一些损伤 如果直接栽种的话 虽然能够浮盆 但是呢可能也会造成一些病菌的感染 所以呢南花 脱盆之后到底要不要杀菌消毒呢 其实还是根据植株的状态来决定的 当然这一个前提呢 就是你的植尿一定要先经过这个杀菌消毒处理才行 如果你的植尿都没有杀菌消毒 你后期你的这个蓝猪也不杀菌消毒 那么盆土和植株带的病菌太多 那么后期它是特别容易出现一个生长不良 难根等各种现象的 如果大家担心在使用了一些杀菌剂之后 盆土里面蓝根菌被大量的杀灭了 那么大家可以给它再适当的补充一点就可以了 可以使用这种EM菌将它稀释500倍进行贯根 可以有效的为你的南花补充更多的蓝根菌 让它能够恢复正常的生长 让它越养越旺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